身体的这十个信号 可能是你的圣经快用光了 今天我们聊一聊圣经不足的问题 圣经也就是因经 圣伟先天之本 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就有了圣经的存在 圣经能化身元气 以三胶为通道 散布全身 圣经由树部与其他丈夫 充养精益 成为一生技能 正常发挥的基础 圣经可以繁衍生命 可以卢养丈夫关窍 可以化身血液 可以变身元气 可以化身 更可以抵御外血 衰老的过程 其实就是圣经足迹亏羞的过程 那么圣经亏羞 会有什么症状呢 第一 耳鸣耳聋 这是圣经衰微 不能颅养耳鞘熟致 第二 看东西昏花 无虎 这是圣经匮乏 引发干血不足 不能颅养双目熟致 第三 独一目眩 这是圣经不能上冲水海熟致 第四 神体体乏 身体倦怠 这是精血不足 不能颅养肌肉 精精熟致 第五 药血酸乱 这是圣经不足 胜腐亏虚导致 第六 口干烟灶 这是圣经匮乏 引经不足 不能伤入口腔所导致 第七 心悸失眠 无许让想 无关失望 这是圣经不能化血 血不能养心所致 第八 召喚 这是圣经匮乏 引经亏少 虚弱内蒸 必捍卫出所致 第九 口道阴干 这是圣经匮乏 不能化回精液 无法伤入口腔所致 第十 拉死松动 这是圣经不足 不能化身骨髓所致 你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吗 下期告诉你 滋补圣经的千古名方 最后 感谢观看